哈嘍 大家好 今天吼 给大家介绍一个晚年 今天是我们2020年的第一期节目 没错 我们硬邦邦没有通了 我们又开光了 那今天第一期节目 可以给大家带来一些很特别的感受 大概事情就是这样的 昨天我们附近的港口 靠上来一批超级罕见的巨物 平时这些语言时针并没有那么大 瞬间就等等等等等 连夜去掉就杀了过去 希望能不能带回到我们的 游服器厨房 凌晨啊 白马椒 蓝蝶马椒 现在我打这个 我打这个 十四十块 十四十块 今天都没电了 好 十四十块 十四十块 十五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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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块 十六块 八块 這個比他還要,這個就好 睡起來,好好好 這樣好 還有大小嗎? 還有,只有這些了 這個最大了啦 董事長,這個最大了啦 完了,普天佬不亮了 欸,普天佬,啊又黑了 啊 OK,我們再燒一下吧 哇,這是什麼 OK 因為呢,我們當時在碼頭呢 條件比較簡陋 碼頭上面,它漁床上來之後 這兩條魚給你了 我們只能臨時隨便找了兩個泡沫箱子 給它壓冰處理一下,就趕快拉走掉 因為那邊並不適合來打包 我們這樣的魚類長途運輸 所以我們後面呢,又找了一個 專門的市場 給幫助拿了兩個 很乾淨的這樣的箱子 我們進行一個很專業的打包 啊,為什麼我們今天要單獨 把這個事情拿出來講 就是我希望分享一下我們的 自己的一些小經驗,小技巧 當我們拿到這樣超級大條的魚的時候 對不對,如果我們直接打包了 整體是給它壓一個餅 碰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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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剛才拿個小方木槍給它折一下 現在留在進去 那回來的時候,可能它整個身上的魚頭 全部都已經撕裂掉 因為它等於死掉了 死掉了,魚僵直後 你硬擺它身體,魚的肌肉就會撕裂 向後推的話,你會發現 你看,魚是很漂亮的 魚呢,從頭到尾它並沒有直接接觸我們的冰塊 基本上它是隔著成冰的 只要有冰呢,蓋住魚的話 這樣的魚,在它自己鮮度 傷害鮮度OK的情況下 這樣的魚就保存一兩疊 完全是沒有問題 那為什麼說我們要上面再隔一層這個防水袋 因為冰是淡水 淡水的話,如果你長期接觸魚體的話 它會稀釋它的體液出來 魚的鮮度也會降低 我們就找到了足夠長條的箱子 可以放下我們的魚 使它呢,你看,整個身體啊 從頭到尾沒有被擠壓掉 很自然放鬆的狀態下,會運回來 啊,既然主角已經登場了,有沒有 我們的藍鐵馬椒 我乾脆來跟大家好好地講講 關於馬椒一些簡單的小科普,對不對 以浮現為例,我們可以 海裡面補貨的馬椒大概有 五六種,有什麼呢 有這種,我們現在屏幕上見到的藍鐵馬椒 那還有什麼看似馬椒 看似馬椒也是這個馬椒的形狀 但是它的紋路是素條的 看似馬椒呢,在我們國家的台灣省 澎湖縣那邊,非常的出名 他們非常愛吃看似馬椒 把它叫做普托魚 過年的話,他們一定要送個普托魚 給親朋好朋友才能 過年的祝福吧,是這樣 那還有什麼馬椒呢 扁扁的 有人把它叫做台灣馬椒 在海南那邊,有人叫做馬椒 朝鮮馬椒 甚至有人叫做巴布漾馬椒 它的特徵就是,跟著好像不一樣 雖然也是類似這樣的形狀 但是它會更扁 我們這邊浮現叫扁椒 那扁椒價格是最貴的 扁椒下來就是這個藍點 藍點下來就是抗試 當然還有什麼呢 還有另外一種叫做 類似於這馬椒類 圓滾滾,繩子更圓滾滾 叫沙士刺拔 刺拔類的人 就跟馬椒完全不一樣 如果把馬椒的肉講到是嫩 那麼刺拔的肉,它就是爛 爛乎乎的 你切過去以後 人切下去之後 哪怕刀子在粉裡 它自己都會散掉 偶爾我們這邊還能唬到什麼 叫大鵝馬椒 與其又非常大 黑乎乎的 類似這樣子 但身體就更寬一點 叫大鵝馬椒 身體比較大的 基本上都存在於 康氏 大鵝 還有沙士刺拔 普通的藍點馬椒 基本上就是 似乎像就是 這樣子小丁丟的樣子 去年福袋的出現了小丁丟 混感的內感的小馬椒 大概一斤多重了 到三四斤就挺好吃的 當然了 再大上去的人說 肉粗粗粗會怎麼樣 其實也不一定 因為馬椒大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它做成 鱈魚片這樣輪切 在我們國家的海南省 過年非常喜歡吃馬椒 而且在海南省 無論是藍點也好 還是他們所謂的 巴布亞 什麼什麼 台灣馬椒 什麼朝鮮馬椒 那種扁扁的 那種個體的 都賣得非常非常的貴 大概200多 一斤 我們這邊福建省呢 講真心話 對馬椒就 比較沒有那麼崇拜 所以問題就來了 以至於為什麼 昨天晚上我跟老人家 那麼辛苦 連夜 從下門開車 開好幾個小時 過去把它們接回來 原因並不僅僅是 因為碼頭上的打包條件不好 也是因為 漁民把這東西 補到上岸 哪怕它是 再大的巨物也好 它對於漁民來說 它經濟價值並不高 一斤 它身價都破不了白的東西 漁民就不怎麼待見它 那 這邊會引發幾個問題 什麼問題 首先馬椒這個 作業很不關鍵 馬椒是如何作業上岸的 基本上都是 這個是劉刺網先補 或者是拖網拖上來的 基本上延伸掉的很少 因為 馬椒的嘴巴 太利了 整個嘴巴那邊都是牙齒 如果你用一般的延伸掉的話 很容易就123把線給切掉 馬椒是不新鮮 你看它的外表都知道了 你看這個動過之後 它雖然是很新鮮的活動 但是它 外表一定是沒有那種寬折的 而最最新鮮的上水的馬椒 你看 身上還閃了一種 墨綠色的黃光 這邊還要教大家的小tips 魚其實是它一上水後 馬椒動一把甩打槍就死掉了 死掉之後呢 它會進入一個濕江漆 那如果這隻魚在濕江漆的時候 它的魚被漁民大力這樣 挖啊 挖啊 它可能會出現它的肌肉斷裂 魚落肌肉斷裂掉之後 像大魚 如果你簡單做輪切還好 如果你想做日式的開魚的話 那基本做不到 你會發現你把這馬椒 撇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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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撇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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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烈纹一样 这样就很难把它做成一些 很规整的那种撒西米啊什么的 所以 其实你在开煤一只大致的马家会的时候 类似于基本都在堵食 我们在市场上面也可以去 稍微用我们的经验去分辨一下 这些鱼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鲜度的状态 你可以 第一个是看它的眼睛 眼睛很水灵 blingblingbling的 没有塌陷 然后看鱼鳝 你看这鱼鳝好像不新鲜一样 这是不一定是准确的 这是过到水的 对 我们平时呢 在市场上 基本上看到的马胶 都是这么大的 是一斤多的规格 或者到两三斤的 鲜度到底好不好 鱼的身体的皮肤反观 非常关键 就是深刻鱼鳝 你看全身金光闪闪的话 一定没问题的 随着鲜度的流失 它的颜色 这些闪光的物质会越来越淡 到后面基本暗淡无色掉 然后呢 你还要摸 摸到鱼鳝有个弹性 你看下去就没有回弹感 会不会紧实 还是按下去就暖掉了 当然这是动的 然后呢 但是你再摸它的脊羊骨 你摸它会很顺滑的下来的话 基本上就表示它是 肌肉是完整的 这两条鱼 我们后面第二次打包的时候 又去了另外一个层次 所以在当地的海鱼市场 我们可能不会放过的 或者介绍一些这些 这些小配角 这个鱼叫做赫兰子鱼 刚好是超级爱吃的 美式薰罗某某那个大排档 它都吃超多的这个 那这个鱼今天我们买到的 是养殖的 普通它这个鱼也被叫叶子鱼 它是薄薄的 但是你看它养殖之后的效果 头就这么扁而已 它的背部 圆滚滚的 像一颗球一样 每一条 都好像长得富贵包一样 这个鱼你必须注意 它的刺是被剪掉的 每注意的话被刺刺到 你会痛不一生的 这个在海水域里面 独四海盘版是有名的 然后前面的这条呢 这叫做平头条 我们这边叫香头 这个鱼挺好吃的 那中间的这个就是 闽南地区 最贵的鱼 大家应该很熟悉 把它的名字打在荡木上 这个更亮 这个一看鲜度就比马脚好 更多了 最新鲜的深刻鱼 刚刚出水的时候 都是这个状态 这是养殖的 闽南最贵的鱼 筐金又包鱼 然后旁边这个 这个就很惨 这玩意儿 养殖的 身价是旁边这两种 野生的多少倍 因为这个58 这个6块 旁边这个是什么 这个我们是去演讲地买58 对 再下来买 1千68 你们说10块是够的 我不卖 这么客气啊 不断讲的 你卖那黄瓜鱼是吗 你这一斤几千块 12块钱的我都卖 一只黄瓜鱼 一卖几万块 这个旁边的这个叫什么 这叫尾 单独一个字叫尾 这个鱼是拿去 做伴侧手台鱼很好吃的 所以说满满的 你看他就是 眼睛都不是很漂亮 但是呢 你摸一摸它质感的时候 你就知道 这个鱼OK 还有旁边的 已经这个超大只的滑灰 这什么叫青花鱼 这是干大只的本地的青花鱼 你看 有多肥 你看他的眼睛完全 红掉了 但是 你看他的肉鸡 肉质的回弹的感 这青花鱼也是很好吃的 一旦身价够的鱼 你看看 我们的市场 给它保存的就是这样 咕咕咕咕咕咕咕的 只要它有够够高贵 如果不够高贵就是这样 几块钱一斤的就是 就在于 鲜度都是很好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 其实不单单只是展现 吃给大家看 我希望呢 是如何教会我的粉丝们 从头到头 把这些海鲜吃一个明白 那现在我就进入我们 这片子的第二个步骤 我们准备来开始 预处理我们的这些海鲜 像这种大条的鱼 拿到手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咬水 弄一些丝麻布 给它擦一下 哇 油光发亮 哇 这擦好亮啊 准备来开我们的鱼 尽量拿大把一点的刀子 哇 这里面尝得好多 哇 这里面尝得好多 哇 这里面尝得好多鱼 但是我觉得这个马椒的鱼肚不好吃 没有食物鱼肚好吃 那里面尝得好吃 那里面尝得好料 又算了 你看到那里就败了 整个肚子都是油脂 再鱼肚子 这个鱼肚子也是 这只鱼肚子也是 那里有点鱼肚子 那里面尝得好鱼肚烏 抖肚子也是 这鱼肚子也是 这鱼肚子也是 钉脂的 竹子也是 自身很重 而且它是用拖網或什麼情況下 旁邊還有魚在擠壓它 它的膽子是很容易直接外泄出來的 有人說聖誕這東西一定要清乾淨 再來是魚熟成 另外一派的學說是 聖誕這邊這些薄膜 盡量不要去動到它 再去熟成 不開這個附膜的情況下 你這條魚一定要進冰鹽水 冰鹽水可以慢慢的把聖誕的血液吸出來 而且是保持那個溫度 凝度左右 那如果你沒辦法達到這個情況下 你可能還是都會保持 那這個刮除過後呢 就不能再動到水了 千萬不要再動到水了 那你不好 因為它是深刻的魚類 它的血液都特別多重 這個魚呢 我們剛才已經被掏乾淨了 然後擦乾淨了我們肚子 從頭到尾沒有死過一次水 我剛剛說過了 我已經被掏乾淨了 有很多的食物 我已經被掏乾淨了 有很多草莓 用來的水 你不會再動到水 我已經被掏乾淨了 而且是鮮水 就已經被掏乾淨了 但是我可以讓你 在浴槽水 就要是在水 用來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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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姨姨給她處理一下 姨姨是挺新鮮的 新鮮她只是外表看起來不好看而已 這個小黃黃小蛋蛋一條 又生出一條了 哪來了吧你 這個魚都用 希望我們的黃幫我們宰殺我們的小魚 我們可以召租一下嗎 換個召租味 一斤六塊錢的魚 一卷子也六塊了 趕快聯繫我吧 這是我們剃成的沒有骨頭的魚流 塑形一下 不要了 因為大家覺得紅劑會很新 這時候如果摘到小貓咪的話 就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 修成這樣的一條純肉 就可以放進冰箱裡面做熟成了 完了我們的鮪魚 我們來處理青花 一樣這些魚 我建議的魚頭啊 魚腹頭啊都拿去熬湯 這就是我們本地魚不太好的地方 你看到嗎 他們沒有注意保存這個青花魚 魚太便宜 魚是很好的魚 你看到他自己的吃法 他既然是散對不對 我們會把它皮整個剔下來 剁碎掉 就好像我們在刮的金鑲鯉骨頭的那個 稍微好一點點 但是還是一樣 裝平這個肉就很難用 這邊還好 我們在蓋保鮮膜的時候 不要完全的把它封緊掉 旁邊是要留一點縫隙的 這個魚肉現在熟成的過程中 它還是要呼吸 整個溫度不好 那現在我們準備來開這條馬膠 放了這麼久 你看還是這麼的綠 現在我們傳統的日式上面一切 去處理它 有這個我們現在可以拿到這裡 手指在這裡 它會不會被封進去 然後再買到這裡 我會把它拿到這裡 放開這條馬膠 我們在這裡 吃東西 再買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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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切下来的千万不要丢掉 一定要拿去煮汤 非常好吃 再马上落 太浓烈了 是杜能肉 太短 非常棒 这个散掉的部分呢 我们就没办法拿来当赤身了 建议是熟识 实际上这些还是可以做赤身的 很油啊 我整个手上都是油脂 我们顺着这些古轮 把这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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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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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一盏果凍蒜 这肚子其实是沾沾沾沾下去 但是 吃得贵 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吃 你吃 你就去花这个钱 我对不对 身体好吃 好香 超嫩的 就湿一湿的 你再吃口吃 我再来吃 吃口 多大一看 鱼头十大味 三年一张 哎呀 反正中 我偶尔吃得到新鲜的 吃得好 海鸡头 天天吃 讲真心话 也没很精气 最近比较是这个 这也不行 但是多块钱拿过来 但是没有这么肥 平时养殖的真的没这么肥 对 我是第一次看到 按这个操作 也要养肥 刚刚出来说阿林说 这个是排骨香是不是 对 它是那个鱼汤 真的好香 那我们今天呢 采取了一个全新的模式 带给大家 希望给大家今天那种 沉浸式的我们那种 从买鱼 到处理鱼 到后面到如何 心得去对待我们的食材 因为我觉得食材好吃 也是你用心去对待来的 不是说什么东西很好吃 你买的很好吃 我们用心去对待我们自己买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吃起来才会真的是很舒服 那如果喜欢我们这种新型式的 这种视频模式呢 观众一定 你们都在留言啊 或大幕里面跟我们讲一讲 你们会不会喜欢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今后 今年里面 我们多处处外景 给大家看看不一样的鱼感 我们平时是 怎么去买海鲜的 那还有在买海鲜的时候 我们到底需要注意点什么东西 以我们到底是 为什么 长成了三百成两百五 有没有两百五 有没有两百五吗 有 你才两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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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结果大概就是我们 用问 是 祝大家 2022年 大把牌 生理这一餐 这样子 OK 有点 有点 嗯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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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咱们 这一种 有点 有点 你 有点 有点 有点